说到斑马,你可能就会想到黑白条纹,但是你知道吗,其实世界上有一种丢失了条纹的斑马,但是在1883年,世界上最后一头斑驴就在阿姆斯特丹的动物园中去世了,而在几年前,这种斑驴早已在野外灭绝了,但是科学家说有望复活。 经过长达30年的人工选育,科学家利用现有的斑马,竟培育出了外貌特征与斑驴几乎一模一样的物种,但是问题来了,新培育出的斑驴还是原来的斑驴吗?谁都不知道这个故事到最后是喜剧还是悲剧。 现今世上还存在着三种斑马,分别为平原斑马,细纹斑马和山斑马。 在这三种斑马中,平原斑马是分布最广的一种,也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斑马,而斑驴其实是平原斑马的一个亚种。 在斑驴灭绝的年代,物种的分类发展竟然没有现今发展,而受限于技术,当时的科学家大多是根据动物的形态、习性以及皮毛等特征来分类。 在伦敦动物园中,达尔文很可能亲眼见过斑驴的阵容。 看到最后小编还要说,其实复活吊色斑马是科学家在尝试克隆恐龙的灵感来源,并且科学家表示,灭绝是可逆的,也就是有望复活斑驴。 大家有没有发现,即是猫咪的爪?